当然不止食品的改良技术是日新月异 最近化妆品市场上也出现了标榜有 泪舌毒或者是泪风毒成分的保养品 他宣称是可以就是来紧致皮肤 虽然它的价格多半比家的保养品还要高 但还是让许多的爱美人士是趋之若鹜 不过现在有皮肤科医生表示了 这个所谓的泪舌毒并不是真的舌毒 而是用化学成分去人工合成的 它的效果令人存疑 而且人体可以吸收的量恐怕也是相当有限